继续来关心官警局的消息 各位官警局近两个月 每个星期都收到书名 海的交通减击击击 并且付上行车记录期的 接触交通委员压上 包括逆向行数 无法逢向上 红山委员停车定定 上座一天 暂停收到将近40倍的减击 刑办人员再次接到减击击击击 笑说正宜、四驾、海大大又又来了 也说近来因为看太多行车记录去 他们的禁止都够簽罗 金峰表示 雷新民众主动减击交通委员并无赞金 但是对地方交通建设有一定的帮助 金峰突然表达感谢 也会持续宣度救济委员行为 也和雷新民众准受交通委屈 我们从二月起经常接到 自身海先生的民众 向我们分局来检举交通违规的这个案件 大概最多的县市每天 大概有四十几件 那也有民众被检举的民众 向不分局来关心 那我们呼吁 呼吁我们民众 狭习的民众 要注意交通安全 除了我们警察 会举发交通违规之外 还有民众会以行作机器去拍摄违规的民众违规情形 向警方来做检举 这位检举达人 他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 然后陆续这样子检举 然后检举最高一天大概检举的时候 你们收到几件检举的东西 从欧越区 这个自称海先生的民众 就一直来 郭美分局来做检举 那最多 一天我们曾收到 四十几件的这个违规案件的这个论带 所以这个月光这个月已经有几件 这个月大概有140几件 那这样子检举是有奖金吗 没有奖金 但是我们呼吁 这个民众 还是要注意交通 这个要遵守交通规则 不要违规 行办环境表示 正义书价海大大 已经累積驾出140多方的减基函 都会付交通违规领上 多数违规事件明确 违规的地点 为各官追踪 中部到未三县都有 因第一核对 靠近后会开出发担 驾驾驾驾驻 新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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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各官彩虹报当